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水和鱼丹比试后 对于传统国术就好像着迷一样 而且更对大圣砧挂门种下了情意结 今日李飞彪师傅就带着两位高竹 去到大圣砧挂门的香港法迹地 大坑谭工会 向他们讲解更多大圣砧挂门的传承事迹 今天带你们两个来谭工体育会 对我们大圣砧挂门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谭工体育会的前身就是菜龙花泡会 我师傅陈秀宗师傅最初收学生教功夫 就在这个菜龙花泡会 延伸到现在的谭工体育会 在我们大圣砧挂门里面 有几个人物我们一定要是很敬仰很尊重的 第一个我们的开山祖师爷 锦德凯师傅 另一个就是我师傅 陈秀宗师傅 锦师傅其实由北方 由1928年开始 就将这个功夫带来南方 几年间辰转去过吴州 又再回到广州 最后去到30年代就正式来到香港 就在这里开始散业 我师傅刚刚二十岁 锦德凯就说 你可以尝试一下出去教功夫 虽然年纪轻轻都可以尝试一下 我师傅 亦都见到锦师傅给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亦都很投入去发展自己的武术 一直发展到在这个区的大康区里面 谭谷体育会里面一直发扬 直至到后来 因为1969年 新加坡就成立第一届的东南亚擂台赛 就是庆祝这个150周年开放纪念的 当时大家对打擂台其实都颇陌生的 因为第一没有往迹 第二也都香港未正式试过 但我师傅觉得自己都是足够的 孤邪一试 又派出一位徒弟 就是我们陈冠泰师兄 就去 当年也很厉害 练习五场 最后就拿到这个冠军 拿冠军回来之后 投心电影界 那时我师傅也有很多电影明星 学功夫 到第二年之后 陈牧川师兄和他们打 就要集训 即是回到冠军 怎样方便师傅去组织你们去练习 真的够钟就认识睡觉了 虽然是做厅长 大家是很团结的 而且有问题就是很突然的 因为打擂台 当然是通身打得的 第二届 收到赛制 是不准打头的 不准打头 就跟我们平时练习的方法 就完全相反了 一时间怎样 师傅就马上集中一些人 大家寄到赛例 赛例是不准打头的 只是给打身体 好了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训练方法 改变我们上台的方法 怎样打头 因为打头很犯规 怎样不能够打头 另外怎样打身体 还有因为每次不同计算方法 有些地方打中 是计算为多些 有些地方打中了 是不会计算 或者当你亂拳 不过你就要想 不准打头之外 就变成重拳不行了 那你怎样埋身打呢 埋身里面要打多少拳 或者埋身里面 人家和你糾纏的时候 你不要 如果抱着一拳 就不能犯拳 你又要怎样扬开手 不要被人抱着你 但你要打多它几拳 因为你打多身体 才会计算的 那你就马上改变 有些训练方法 跟打头和打身体两回事 一个比较长手 一个埋身 这样抽 马上改变训练方法 我这次听他说 都是一个 几突然 但是都是充满挑战性的一个比赛 虽然我一届 突然间的赛力不同了 但是穆川师兄 也能够顺利拿到冠军 会不会发生的 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们有个赛力 希望大家能够顺利拿到冠军 道发生的名称 带来 在看中 赛力 发生的 毕业 我 不 自然 是 自己 不 都 by bwd6